今天咱们来聊聊稀土这个超级重要的东西 稀土那可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啊 在好多领域都不可或缺 它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法材料 能让各种产品变得更厉害 咱先说说稀土到底有多重要 稀土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它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矿产资源 你想啊 好多先进的技术和产品都离不开稀土 比如说在工业制造 新兴产业绿色能源这些领域 稀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稀土的物理化学性能那叫一个优秀 单耗虽然少但是很难被替代 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虽然不起眼但是没有它 整个机器可能就运转不起来了 稀土的应用领域那可真是广泛的不得了 从新能源汽车电机到高档数控机床 从航空航天装备到节能电梯 到处都有稀土的身影 咱国家在稀土产业链上 那可是最完备的 尤其是在野链分离领域 话语权可大了 稀土产业链分为上游 中游和下游 上游是开采和野链分离 中游是精深加工 下游就是各种应用领域了 像新能源汽车 变频空调 风力发电这些 而且啊 稀土矿开采和野链分离指标 都是配额制 这就有了准入壁垒 女铁鹏永瓷材料呢 就在中游精深加工环节 因为终端产品不一样 所以磁材也不是标准品 各个企业在产品和客户结构上 都有不小的差异 二 稀土行业基本格局变化 供给端变化 现在咱来看看 稀土行业的供给端 发生了啥变化 首先啊 南北大集团格局形成了 还有那个稀土管理条例也出台了 这可让供给加速优化了 以前呢 稀土行业比较混乱 现在不一样了 逐渐形成了南北大集团主导的格局 国内实行稀土指标管控 这可很重要 现在第二批指标收紧了呢 以前啊 稀土行业有时候会出现乱开采 乱生产的情况 导致市场不稳定 现在有了指标管控 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产量 保证市场的稳定 而且啊 在稀土管理条例的大背景下 供给端的优化就更明显了 这个条例明确了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谁也不能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 国家对稀土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 再看看海外供应 海外供应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下游的野链分离领域 特别是在稀土价格偏低的时候 后续的资本开支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新增供应就很有限了 比如说美国和澳大利亚 他们在矿端都没有大的资本开支计划 美国的Mountain Pass矿山 现在主要把重心放在下游分离场和磁财场建设上 澳大利亚的Linos矿企虽然规划提高氧化仆女的产量 但是考虑到海外投产进度和分离配套建设情况 还有放射性物质的处理问题 增量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需求端变化 说完供给端 咱再来看看需求端 需求端现在是以新能源及节能为主导的应用领域 需求改善的预期可好了 以前稀土的需求主要来自一些传统领域 现在不一样了 新能源汽车 节能电机 人型机器人 这些新兴领域对稀土的需求越来越大 高性能女铁棚永磁材料的应用场景 那是不断拓展啊 以前可能只是在消费电子领域用用 后来发展到风电 变频空调 现在新能源汽车成了主要的应用领域 而且啊 往后看 节能环保 人型机器人等领域 也为永磁材料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比如说人型机器人 全身有好多关节 关键部位的电机需要低转速 大扭矩 或在能力强 想硬快体积小这些特点 而女铁棚作为第三代稀土用磁体 正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所以高性能磁材 可能会成为人型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呢 还有节能电机在全球降低能耗的背景下 发展节能电机已经成为国家和行业的共识 节能电机中磁材潜在的需求增量 可堪比新能源车市场呢 截至2020年 工业电机存量规模约40亿千瓦 存量替换市场规模约80万吨磁材 而且随着已就换新政策的实施 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 三 价格中枢变化 稀土的价格中枢也有变化 现在供需格局优化了 价格中枢有望提升呢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此轮上涨周期涨幅和时间跨度 都超出了以往水平 以前的上涨周期 可能主要是供给端政策影响带来的快速拉涨 然后又坚顶回落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上涨周期 是在稀土供给端优化 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发生的 而且需求端 由新能源 汽车和节能应用 带来了很大的需求量和结构性变化 往后看啊 供需基本面持续向好转变 大集团对稀土的定价权有望逐步增强 再加上成本端的支撑 所以稀土价格中枢有望持续提升 四 板块后续弹性空间 咱再来聊聊 稀土板块的后续弹性空间 复盘过往周期 稀土价格上涨对股价的带动可是逐步走强 2011年的时候 氧化仆女价格涨了5倍 对应北方稀土股票涨幅近2.5倍 2020到2022年 氧化仆女价格涨了2.5倍 对应北方稀土股票涨幅近5倍 这是为啥呢 核心就在于产业供需格局优化下 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增强了 盈利对限度也提高了 所以股价对稀土价格的弹性就被持续放大了 5.稀土板块价值凸显 标的选择 稀土板块现在价值可凸显了呢 那咱该选哪些标的呢 上游资源标的北方稀土 这可是全球清稀土龙头企业 北方稀土依靠控股股东包钢公司的 白云厄波稀土资源优势 形成了以开发利用白云厄波稀土矿藏为基础的产业结构 白云厄波矿 那可是中国稀土储量最大的多金属复杂共生矿 铁矿石储量有14亿吨 稀土折氧化物储量3500万吨 居世界第一呢 截至2023年 北方稀土的稀土原料产能位居全球第一 公司23年也练分离产品17.49万吨 生产稀土金属3.08万吨 而且公司24年第一 2批开采指标占比70% 拥有着国内绝大部分稀土指标 伴随稀土价格抬升 业绩弹性可强了 中国稀土 中国稀土是中国稀土集团核心上市平台 在稀土资源和冶链分离端都有布局 在稀土资源端 旗下中西湖南 拥有湖南省目前唯一一张离子型稀土矿采矿权 还有全国目前单正开采指标最大的 湖南江华离子型稀土矿 在冶链分离端 公司现有定南大华和广州建峰两家冶链加工厂 冶链分离产能达7400吨 公司二三年生产稀土矿2384吨 稀土氧化物3756吨 江华稀土矿收购完成后 公司稀土资源自给率近19%左右 随着自给率的提升 盈利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磁材领域头部公司 郑海磁材 郑海磁材是专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的 高性能女铁鹏永磁材料龙头企业 公司从2000年成立 就开始深耕女铁鹏磁材领域 现在女铁鹏产能规模有3万吨 南通工厂全部投产后 产能将达到3.6万吨 2023年 公司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营收占比45.2% 汽车领域是公司第一大应用领域 对国际汽车品牌TALK10 自主汽车品牌TALK5 造车新势力品牌TALK5的平均覆盖率达到90% 全球EPS等汽车电气化品牌TALK5覆盖率100% 2023年 公司高性能女铁鹏永磁材料产品 共搭载449万台套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电机 同比增长29% 在空调领域 公司实现全球变频空调压缩机品牌TALK5覆盖率100% 而且公司还与风力发电机 机器人 智能消费终端产业链的头部用户建立了深入的业务关系 以后业绩可能会有新的增长点 金利永磁 金利永磁是快速成长的高性能女铁鹏磁材企业 产品应用在风力发电 新能源汽车 节能变频空调 节能电梯 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3C等领域 和各领域国内外龙头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产能快速扩张 截至2023年年底产能为23000吨 还在建设包头二期宁波赣州的项目呢 预计2024年底将建成38000吨年毛皮产能生产线 规划到2025年将建成4万吨产能 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成了公司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 2023年公司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收入达到33.0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4.33% 营收占比高达57% 实现可装配新能源乘用车约390万辆 在节能变频空调领域 全球变频空调压缩机前十大生产商中的八家都是公司的客户 2023年公司节能变频空调领域收入达到13.24亿元 占比23% 实现可装配变频空调压缩机约5400万台 在机器人及工业四伏电机领域收入达到2.17亿元 公司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等新应用领域 配合世界知名客户进行人形机器人用磁组件的研发 成长空间可大了 最后啊咱也得说说风险 买稀土相关的股票可不是稳赚不赔的 国内稀土产业政策变动风险 国内稀土矿实行总量指标控制 如果稀土产业政策发生变动 放开稀土生产指标 那稀土矿的供应就会大量增加 价格可能就会受到压力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稀土下游需求核心是磁彩领域 终端需求是新能源汽车 传统汽车EPI 家电 风电等领域 要是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的需求增速 不及预期 对氧化仆女的消费影响可就大了 海外稀土矿供应大量增加风险 现在国内稀土矿受指标管控 供给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海外 像缅甸 美国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如果海外稀土矿大量增加 那稀土市场可就会受到冲击 测算偏差风险 报告里的需求测算 都是基于一定前提假设的 有可能实际情况达不到 或者不及预期 这样就可能会导致供需结构发生转变 对主要产品价格产生误判 研究报告使用的公开资料 存在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研究报告里的公司及行业信息 都是用公开资料整理归纳分析的 这些资料可能会更新之后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关于稀土行业的讲解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稀土行业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投资的时候 也能更加谨慎和明智